好,下面我们说第二个,final,final是最终的,就是final的,有个单词叫final的,学过吧final的,学过,你们在JS里面肯定学过,try,catch,final的嘛,在JS里面,try,catch,final的,没学过啊,可能,没有,那好吧,我告诉你final的,最后的,那final就是最终的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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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最终的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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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终的是这样,final修实的方法,就不能被重写, tb class,是person,person,再来一个,stut student,extense,extense,person,那么大家看,说public function,有个show, 这儿还有个show,有问题吗这个,这没有问题,这肯定是对的,但是我们说啊,说,前面这个final,有没有顺序啊这个,没有顺序啊,没有顺序, final是最终的,就他是最终的,最终的,他都已经是最后的,中结者了,他都已经是,他中结者了,最终的了,他最终的后面还有人吗,没有了,所以最终的,他都已经追终了了,就不能被重写了, final修实的方法,不能被重写了, final修实的方法,不能被重写了,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,什么意思就是这句话,不能,覆盖,最终的方法啊, 好,final修实的方法不能被重写,如果final修实累呢,就是最终的累,他都已经是最终的累了,他都已经是最终的了, Final修实的累,不能被继承, 好了,那么final就讲完了,final修实的方法是不能被重写,final修实累是不能被继承,final是最终的意思,最终的, 那么有时候老师讲他干啥,讲他是这样子的,如果这个累,如果你已经确定这个累是最终的累了,就加个final,如果确定这个方法不能被重写了,就加个final,加个final以后就是,他就速度会更快,速度会更快, 他有一个发生追踪了,他编译的时候,他就不需要去考虑你的,考虑你的这个前后关系了,final了,追踪了,他就不需要你看,你还有什么什么继承之类的,什么都不用看了,是吧,所以说他的作用,他的作用,能够,如果一个累,确定不被继承,一个方法不被重写,你就用final修实,提高效率,提高效率, 还有什么呢,还有就是说,有的方法,我就不允许你重写,有的啊,今天下午我讲一个方法,讲一个类啊,类里边有好多方法,这个方法就是说了,你必须要用我的,我就不让我的子类重写我,就是这个方法,你只能继承我,继承我拿不去用是可以的,如果你有这么一个需求,什么需求呢,我写了一个类,这个类里边的方法,你可以用,但是不允许你覆盖我,不允许你重写我,那么像这种情况下,你就可以去加什么,加final,也就是说,换句话说, final,final有几个,这个应用产品有几个啊,有两个,final应用产品有两个,第一个,如果你确定它就是最终的,加个final提高效率,来提高效率,是吧,还有一个,我不是为了提高效率,我就是不让我的子类,来重写我,你只能用我,几周完了只能用,不允许你重写,是不是啊,啊,那么这两种就像final,好了,下面我们小结一下啊,final是最终的是不是啊, final修制的方法,不能被重写,final修制的类,不能被继承,那么它有什么作用,第一个,要final可以提高执行效率,第二个,你可以就是禁止止类,禁止止类,重写复利的方法,这是final 这就是对了什么剩益的方法,的责任禁止类,承受了剪行效率。